好 我們再看第七節 第七節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那個波斯尼王因為祖母往生 所以他很難過 難過他就跟佛陀報告 287 月這裡 他就跟佛陀報告就是說 如果我能夠用再多的金銀財寶 或是用再多的條件可以換回我敬愛的祖母的話 那我都願意 因為他是個國王 要什麼金銀財寶 要什麼條件的王位 詮釋那些 他都可以跟人家交換 但是他卻發現那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才體會到那個黑洞 那個死神的厲害 所以他有相當多的體悟 那他就在體會火腿以前跟他們說過的 一切眾生 一切同 一切神 你看喔 包括一切神 一切眾生 六道裡任的都是所有的眾生 一切神 生者皆會死 無不窮盡 無有出生而不死的 今日乃至世尊善說 我今天 以前我還很替記念爺 這個佛斯尼王 以前我還很鐵齒印雅 還認為說我全高全勢大 你這種醫藥可以做更好的 更好的那種醫療保健 但是沒想到還是犯不悔 所以他就會有更深的那種體悟 你再怎麼愛的人 你付出再多的條件 你還是沒辦法讓他不死 好不好 所以這時候 因為他又有 因為境界的考驗之後 他會有更多的體會 這時候佛斯尼王就說 大王如是如是 不錯 你今天有更深的體會了 一切眾生的一切聰 一切神 就六道裡任 包括種種的天神 一樣 生者則死 有生必有死 終歸窮盡 無有一生而不死 也就是說 現象界的一切都是生住異昧 成住壞空 而這是大自然的運轉法則 這大自然的運轉法則 不是任何個人你所能夠改變的 你也沒辦法讓自己不死 所以佛陀 後面就講了 我們再看佛陀 他就回憶 回憶佛陀以前 包括說他所看到的 以及他自己 不管你是當那個薩利大王冠頂居位 也就是說 當最偉大的那個國王 最有權勢的那個總統 王室天下 得益自在 包括說像中國以前認為是中原 中土 那認為是天職 但是你當天職又怎麼樣 你就不死 造死不悟 所以得益自在 餘諸敵果無不降伏 終歸有吉 無不死者 不管你再高的權位 不管你再多大的靈力 你都沒辦法避免的 若父大王 生長壽天 就算你生到長壽天去 王與天公 在天空上你稱王 自在快樂 還是一樣 終亦歸盡無不死者 這就是六道裏面的終生 一定是如此的 你只是受病長短而已 受病長短 但是你的苦 還是一樣 會因為老病的接近逼迫 而內心不斷的不安 所以佛陀最後就結論一個 一個做一個結論 諸佛世尊實力俱主 就算一個解脫者 實力俱主 事無所謂 提振到事無所謂 勝過那個獅子侯 也就是說真的是一個法因威猛 但是終亦舍身 許波內盤 我佛陀也沒辦法做得了主 我這個舍身要維持多久就維持多久 沒辦法的 因為這個是整個法界的因緣 法界的因緣不是任何人所能夠主宰的 這一方面去體會無常 一方面去體會無我 好 我們看後面的法律分享這裡 這裡有歸納一個重點 無有一生而不死 有生必有媚 一切眾生都是一樣 一切天神 一切天地 一切修行人 都一定會終歸窮盡 無有一生而不死 佛陀也不例外 一切現象界 必然是圓勝圓面 不論你在怎麼神通廣大 在此神黑洞面前 都只是雕從小激昂 這個不是在潑冷水 而是讓你進入如死觀了 你在怎麼法力無邊 你在怎麼神通廣大 你只要有我慢 有自我 你的苦就一定存在 而且你在怎麼神通廣大 只要你有我慢 都只是雕從小激 那修行人所追求的不生不死的之境在哪裡呢 能永恆存在不生不媚 不生不死 不增不減的只有空 上到彼岸的究竟解脫者就是融入空海 也就是心經所講的境界 這是活著之際就能欺入 不是死後才能夠到達 這裡我們再補充說明一下就是說 佛陀了知我這個色身一樣會隨著法界的運轉 原生原滅 任何人都沒辦法去扭轉的 那你修行跟一般凡夫 那這樣 原樣都不能夠不死 不能長生不老 那你佛教解脫者所追求的那個不生不死 到底是怎麼樣的境界呢 這就是說 凡夫你就是不了解這個大自然的運轉法則 所以你一直在逃 一直在逼 你內心過得很苦 你一直在構築你能不能換世界 而一個了如真理事項的人 他發現到 哇 這個是事實 他就是如此 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得了 而他發現就是說 只要你不清楚的話 那不管你再怎麼逃 你永遠都是苦 所以佛陀提悟到這個實相之後 而且也提悟到 雖然生存異媚 但事實上你更深層去體會的話 他是若生若住若益若媚 而事實上他只是不斷地變化 變化 變化 你體悟到這些之後 你會體症到什麼叫做無聲 無聲 你又去看到整個法界的這個大姻緣之後 我這個波浪消失 我只是回歸大海而已 又不是真正的妹 當你遼遼到無聲 遼遼到不生不死之後 你當下就解脫自在 快快樂樂 所以你就能夠企圖到不生不死的世界 那不是個幻想 不是幻想 而是你如此去了解之後 哇 你終於不再怕那個現象界的生生妹妹了 虛空不愛白雲飛啊 就是這樣 好 再看第八節 第八節 佛陀 闢知 闢知佛或是生文 一切皆歸媚 這就是講就是說 不管你有沒有修正 一切修行人 不管你有沒有修正 包括一切眾生 都會消失的 波浪 不管你再怎麼大 他一定都會回歸大海的 無常 無選者 如火焚三零 這個無常 這是大自然的運轉法則 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得了的 阿難白佛眼 那這樣 運何名為供養如來呢? 那什麼才是真正的供養如來呢? 後面這個回答很重要 佛陀就告訴阿難 仍能受法 能行法者 施乃靈約供養 基於更清楚 受法而能行 絕法而為供 受法就是說 你身心柔軟 然後好好地去聞思法意 這個叫受法 接受了這個法 接受了這個法語甘露的 那你接受這個法語甘露之後 然後你又能夠去聞思修 而能行 你又實際去體悟 去體正 聞思修 絕法而為供 而且經過你的聞思修之後 你又實際去覺悟道 去體正道 那個法 下面那個法式 就是佛法的法 中法的法 那個就是佛法的法 佛法的法 你覺悟道 也就是說覺悟道真理 你覺悟道的這個真理實相 那這個才是叫做真正供養佛陀 你知道嗎 紫金法如倫 善佛未為供 這就是說 佛法就講了 如果你用的只是一般世間的那種 哇 用很大的那種蓮花 或是用很多的物質 用很多很美好的這種物質 種種來供養佛陀 佛陀說 這不是叫做真正的供養 佛陀要你供養的 不是世間的才是靈力 這些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夠在陰界路裡面體正道我 最後一行 陰 就是你要在五陰裡面 或是在六界裡面 或是在六陸處 在根層接觸的當下 你都能夠體正到五我 這才是乃靈第一供 這才是真正最高的供養 這樣這樣嗎 所以我們看後面法律分享這裡 也就是說 你要能夠實修實證 為法做見證 這才是真正的回饋供養佛陀 如果能從五陰六界六陸處各種角度去體悟 無我 依法赤法相而行 斷除我慢諸解釜 體正到無我 無為 以身為法做見證 這才是真正的供養如來 後面這一行很重要 佛陀不是要來讓你膜拜 佛陀是要協助你此生此事就解脫自在 這樣知道嗎 如果你在怎麼虔誠的供養禮拜 但你沒有體會到法慰 你沒有解脫自在的話 那這樣 這都不是佛陀的目的 佛陀只是要協助你解脫自在 其他的供養可有可無 那是吃藥 但是你真正要成為一個解脫者 真正為法做見證 這才是佛陀講經所法的目的 它是協助你去解脫自在 當你真正體悟到法 真正解脫自在 你就必然能夠佛光圖照 你就必然能夠自利利人 利益眾生 好 無常無選者環夫的苦來自於無常的法則相對抗 也就是說常逆有而有 背道而馳 而解脫者他是了悟宇宙人生內外 身心內外的實相 雖悟到體道而行到 內心與空相應 所以外相是隨順緣起 這一次我們在禪秀的時候 就協助大家去體重這方面 而且怎麼樣把它應用到 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利緣背景中來實修實踐 好 我們再看第九節 還是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因為現在講了一個半小時 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講 再來後半段的這個課程 這等於說是第二個階段 我們原則上就是以把前面的文師修正 再來要落實更踏實地 深入地去實修實證 所以我們是以協助大家 再更深入地去體悟體正 怎麼樣把文師的這些跟實修結合 怎麼樣在工作之中 在上班之中 也在家前工作之中 也都能夠把法應用上來 所以我們在未來半年是以協助大家 以實修實證方面為主 那每個月 我們原則上是有兩天的時間 可能是每個月的第四個禮拜六 禮拜天 找出這樣的兩天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到花影新城那邊來打坐也可以 因為那邊它都有可以接近山水 接近大自然 也可以活動移動式的到其他地方 像有時候要到溪頭 到拉拉山 到陽門山 都可以 你要一天的 兩天的都可以 如果是在新年這邊的話 星期六開始 但如果你星期五下班之後 你有時間可以的話 你星期晚上就可以上去了 那個地方是可以開放給大家來使用 以後第二個階段的話 像高雄那邊 他們現在第二個階段 他們又要12月跟1月 就要開始在第二個階段上課 那他們那邊也是會找時間 一個月會禪修一次 也是有一天到兩天的 那宜蘭他們大概在兩三個月過年後 應該是兩個月或三個月後 他們也是要每個月也會找是一兩天的禪修 所以以後的禮拜六 禮拜天 可能就是我們終點這邊 台北這裡的 因為終點以後辦的話 可能其他在台北地區這裡的學院 他們也可能會來參加 再來就是高雄 還有伊蘭 就是每個月有三個地方 他們都會想要辦這些禪修 那希望大家把那個實際的來 文實之後 讓它實際去應用 實際去體悟 讓你的體症真的很落實 很實實待在 什麼時候能夠大策大悟 這個都是看你用多少心去體症 能夠歸零 那就很快 能歸零 那就很快 那還有就是說 以後我們在課堂這裡的那種上課的話 除了再來就是比較重點是深度的來解析以外 因為我們第一個階段是要全面式的 全程全面式的 那這也是要對外發顯的一個光碟 有些方面 點方面我們也沒辦法深入 這也是沒辦法 那再來第二個階段的話 我們有時候就要對一些點來更深入的解析 再來就是說 當我們上課的時候 不是單純的上課了 再來就是 除了三等分 因為第一部分是上點課 講一些更解析一些深入的重點 再來第二個階段就是大家有實際的來操練 實際的來練習 也就是進入實修 那第三個階段就是大家有問題的那一種來互動 有什麼樣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或是你有什麼心得提出來討論 包括說你這樣的文思 你這樣的體會 你這樣的那種題目正不正確 就提出來心得報告 有需要校正的地方 我們這邊協助大家 這樣把它校正過來 你有什麼樣的心得可以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分享 那如果你在運動上面有什麼樣的問題提出來 別人有這樣的問題也可以來回饋 所以第二個階段會比較靈活 比較深入 更重視在這個實用方面 如果說大家能夠將未來半年 只要你未來半年落實在實修實政治方面的話 那你那個要超越 熱衷很快 現在沒有其他問題了 我們再來繼續來講第九節這裡 第九節這裡講的就是說 佛陀佛陀於後下安居中佛身即身 具體皆痛 你看佛陀一樣 生病全身上下都痛 佛至念言 我今即身 具體痛身 全身都很痛 兒書弟子呢 席皆不在 你看 佛陀他常常是這樣獨行俠 當然安安也有在身邊 但是不是說後來所想像那麼大的風光 你總是這麼多人跟在旁邊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佛陀是這樣 當協助你有正量之後 協助你成就阿羅漢之後 就是希望你到各處去 去弘法 你到各處去弘法 也不是說是一個分支機構 你到那邊去成立一個分支機構 不是這樣 他很不會去掌控你 那就是讓你這樣 因為你真的體重到之後 你會很自然的大使大備要跟眾生來分享這條解脫法 那都是自自然然的 那麼要跟眾生分享 所以他們都是這樣到各處去弘法去 但是在你還沒有真正的那個為法做建政之前 你就是要不斷地虛虛學習 就算你生到三國 你還是要當助教 你可以當助教 但是還不能夠獨當一面的 好 若取內盤則會我矜當盡情致力以留受命 這時候佛陀的生病蠻嚴重的 這時候他想說 如果 若這時候我取大波內盤則非我宜 這時候現在時機不太恰當 因為很多弟子都不在身邊 那監當監情致力以留受命 所以你看 這裡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他有那種想要留住他生命力的那種意志力的話 他是可以有一種那一種 因為他的生命力 他希望留住的話 那他還會有一個持續性 所以很多人在疾病 病重的時候 如果說 我們現在不是說講佛陀放不下 有些人在重病的時候 他到後來他很多人放不下 他生命會在那裡拉扯 那你跟他講說 咱們放下之後 他會很快地放下 然後就走 那有的人他對很多人那種事情的一種執著 他也會 但是像佛陀這種解脫者 他對生死他是解脫自在 遼無生死的大事 他是解脫自在 他只是觀察到說 現在還不是那大波內盤的時機 那他可以用那種生命力 就像一個那種生 旺盛的一種求生欲 那可以讓那個生命再延長一段期間好了 再延長一段期間 就好像說 你這個破舊的車子 但是好了 我勉強再把它維修維修 還是離開了 離開了 馬上還可以再勉強用一下這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是佛陀貪生怕死 而是佛陀那時候他覺得說 等我現在還是留住這樣的色身 然後等將來一年比較成熟的時候 再去大波內盤這樣 但是因為佛陀那時候已經80歲了 而且身體的疾病 這一樣都會有 無以勞矣 年且80 譬如固車 你看 一輛立體代表這個破舊的車子 方便修制使有所至 就是要這樣 要多加強維修 勉強才可以用 無聲易燃 以方便利得少留守 這方便利就說 他還是要有這種一些那種生命意志力 然後讓他留著 不然他隨時要走可以走了 他隨時放就走了 自立精進 仁慈痛苦 仁慈苦痛 不戀一切想 入無想定 使我身安穩 吾有腦瓣 這就是說 佛陀這時候他身體疾病也會很疼痛 要走可以走 但是這時候因為實際醫院還不是很成熟 所以他想在有一段期間之後再走這樣 但這時候因為他身心病痛 所以他就有時候怎麼樣呢 入 不戀一切想 入無想定 也就是說有時候他入定 入比較深的定 這樣的話你那種身心的分離 身體的痛 也比較不會影響 一方面有時候他把它這樣融 也就是說 跟整個這些法界融為一體 跟這些痛也都融為一體 所以當你融入跟這些法界融為一體的時候 那時候一樣 痛也都會減少 你進入了忘我 那個痛也會消失 使我身安穩 吾有腦瓣 似乎 佛陀就講了 當自歸一 歸一於法界 歸一於法 也就是歸一法界 誤他歸一 你看這後面佛陀又在強調 你們要自歸一 要歸一法界 不要心外求法 不要心外求歸一 為什麼呢 你如果要歸一我的佛陀 就是你們如果要歸一佛陀 要抓住佛陀的話 我這個佛陀也是無常 我沒辦法成為你的支柱 我只是協助你去看到真理 協助你獨立 所以你不要去心外去求法 你不要去墨益依止 不要向心外去求依靠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用這個來講解一下 佛陀的色身仍然是會老病死 與凡夫不同的只有隨順緣起 全然接受無常法則 全然安住在每一當下 內心沒有任何凝聚之心 你一般中生是常常會在身體疾病的時候 然後你又在那裡抱怨 又在那裡稱恨 又在那裡怨天尤人 或是在那裡 抗拒拉扯 這樣的話 那個疾病反而是會讓你苦上加苦 這樣子 如果你能夠全然接受的話 這樣 反而你沒有拉扯之心 反而苦會比較少 好 再來 佛陀靈道國內盤潛 仍然是再三提醒弟子們 要自一子 法戒一子 誤他歸一 不要去抓住任何人 尊正善之士只是協助你獨立 協助你自一子 法一子 不會強化弟子對他的依賴 這都是很重要 我們再把後面290頁這裡看完再講解 佛生生的佛法不存在任何人的頭腦中 腦海中的只是一些抽象跟臉詞概念 佛生生的佛法真理一定是當下現在 如此展現在整個大自然 整個法界之中 也如此展現在你的神口意之中 為什麼後面這裡要再把它補充說點呢? 因為我們佛教界目前 那種很錯誤的一種導向 這種蠻嚴重的 都導向去依止一個法師 依止一個大師 這樣喔 這都不是佛陀的本意 你常常這樣 變成一種偶像的一種崇拜的話 那你看不到法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還是要把它講明 希望讓佛教界能夠再恢復到 自一子 法界一子上面來 這樣你建法解脫才會快 所以真正的善之士呢? 瞭解自己只是個指引真理的手指喔 它是協助你去看透身心內外宇宙人生的實相 協助你去看那大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真理呀 引導你以大自然為師 引導你逐漸回歸大自然 這裡是因為我這樣體悟過來之後 發現這個才是很究竟 而且我發現 佛陀 耶穌 老子 他們都是如此 引導人家回歸到法界 回歸到大自然 來體悟到那個無上甚深為尿法 所以都只是引導你以大自然為師 你的目標要去看到這個活生生的佛法 不是鎖定在某人的身上 引導你逐漸回歸大自然 也就是說回歸法界 逐漸融入那不生不死的空而解脫自在 這是自一子 法界一子的深意 這個法一子事實上要正確的話 更深入更正確的話 就是要講法界一子 因為如果你只是停在法一子的話 容易又只是在頭腦的概念 哲學靈相裡面而已 宇宙人生的真理 最深的奧秘都顯入在大自然中 而不是在任何經典裡面 經典只是尋寶的參考地圖 並不是保障所在之處 這一點我們前面上課的時候也都跟大家解析過了 經典文字那都是只是個紫悅的手指 要記得 宇宙的真理法則實相 它就是本來就存在 不是先有經典 不是先有大師 是先有這些真理實相的存在 那些解脫者 大車刀的人 他們是看到這整個大自然的法則之後 然後再把它全數出來 再把它歸納出來 描述這個大自然的運轉法則是怎麼樣 這個現象界的一切人事物 這個運轉法則是怎麼樣 再把它全數出來 全數出來 你有記錄 有用文字記錄也可以 沒有文字記錄也可以 你有經典也可以 沒有經典也可以 但是為了保存那些開悟者解脫者 他們所講的這些 所以就把它形成文字記下來 所以才有後來的經典 但是後代的眾生卻把墨顛倒的謎指在那個經典文字上面 所以有的人甚至講說 離經一字等同摩說 這樣 你被那個經典文字把你框住了 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是要從 透過經典文字 然後要去看到那個活生生的真理實相 如果有問題 錯誤的地方 是法界錯還是經典錯? 法界不會錯的啦 你不要法界 你如果說我這個經典才是正確的 錯是法界的錯 然後要法界來配合你這個經典的記錄 不是這樣的 所以法界不會有錯 真理實相就是這樣 所以活者才講 過去如此 現在如此 未來必然如此 所以記錄有錯的是經典文字方面有錯 有可能有錯 你要透過這些然後去求證求證 不要被那個經典文字束縛字了 所以這個 你看 臺北市街道跟你手上所擁有那個地圖 如果有出路的話 明明我手上這個地圖來到這裡是有路啊 那你這裡怎麼現在沒有路啊 你認為說這是實際上臺北的問題 你是要去拆那個房子 還是要去買一本新的地圖來? 這個比喻這樣 大家要慢慢去體會 實相的存在 才是正確的 抽象 腦海中的概念 別人怎麼跟你講 我們謝大師怎麼跟你講說 你到哪裡彎 到哪裡彎 到哪裡彎 結果你照著這樣 照你所聽到的那區彎 結果你碰到好幾次的鼻子 你回來慢慢罵他 這樣不行啊 也許是我們理解錯誤 也許是他以前他記憶中的 跟實際的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是要以實際的這個為主啊 所以一切回到大自然為師 以大自然為師 回到大自然 回到法界來 那是最究竟最正確的 而你的身心 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 它本身都是在印證無常無我的法印 所以說任何經典 它只是尋寶的參考地圖 不是寶藏所在之處 所以我們在這本書前面就跟大家講 這是邁向究竟解說的寶藏圖 這是圖 一個指標 協助你去尋寶 而不是說寶在這裡面 寶就是在大自然之中 在你當下身心之中 但是我們要知道 伴眾之真偽 常理是真人 智人只是常 老子在你面前出現一百次 你也看不出老子的蹤跡 除非你已通達無為之道 凡夫都想要成為不平凡 想成為聖賢 解脫的自責 只是回歸到成為平凡的人 尤其後面這句話 這個含意很深 凡夫都想要成為不平凡 緣 想成為聖賢 解脫的自責只是回歸到成為平凡的人 這裡我們引用兩段話來讓大家參考 第一段就是引用王國伟 他的人間詞話來跟大家分享 他把這個人生方面 他在許許秘密的這個人生階段 他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昨夜西風雕碧樹 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 第二個階段是衣待見寬終不悔 未衣消的人憔悴 這是第二個階段 不斷的到處在找法密法 實修一直在修修修 未法粉絲碎骨再走不洗這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眾裡尋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藍山處 這個慢慢去體會 慢慢去體會 跟禪宗所講的第一個階段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第二個階段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第二個階段就是這裡所講的 衣待見寬終不悔 未衣已消的人憔悴 像我們謝大師他本來一段時間 也是很喜歡想要鑽臉中醫 但是當他後來提會到這個生死大師很重要的時候 我什麼都可以放了 我考了 真的就是要解脫 這是很正確的很好 有一次我記得我在剛一進到終點大門 還沒有上樓梯 我們這裡有一位 哪一位他剛好今天 就是有一位經理也是經理級的 我記得他就跟人家講 他好像跟其他同事講 其他同事好像說晚上有什麼事情要去 然後他那時候就講 這個解脫比較重要 這個生死大師這比較重要 所以他我不去了 所以他要上了上課 所以我聽那些話就不錯 你當到經理的這些 那你還是能夠放下你晚上的一些交際應酬 然後他還是要上來聽 所以這個你要經過這樣的 未衣消的人憔悴的這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你才能夠找到 好 我們再用另外一段 來跟大家勉勵 來跟大家分享 這是那個蘇士的 他的《如山菸魚》的這一句記 也蠻有意思的 他的這一句詩就是這樣 《如山菸魚浙江草》 《味道千般恨不消》 《道德還來無別事》 《如山菸魚浙江草》 我簡短的講一下 《如山菸魚浙江草》 這是第一個階段 聽人家講說 《如山菸魚浙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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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迷人的 很壯觀 聽說是這樣 你這一生這些事 如果沒有去看到的話 你是會遺憾終身 一定要釋法去看 所以你平常就覺得 我百般釋法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所以《味道千般恨不消》 在你還沒有到那個 看到廬山淹雨 還沒有看到浙江草以前 告訴你說 那個沒什麼啦 你就是不死心 你就是千般恨不消 跟你講說 解脫就是回到最平反平死平淡的生活 解脫就是回到成為平反平死平淡的人 內盤彼岸就在這裡 但是你就是恨不消 味道千般恨不消 所以這是這個中間過程 你就是要不斷地循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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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說 要無為才能提振到法瘤 但是你沒有十八般的無意 通通把你屁歸 你就是沒辦法體會到什麼叫無為 你沒有十八般的無意 通通讓你玩過 你就是不死心 所以味道千般恨不消 道德返來無別事 等到你到那裡看了之後 才發現也是如此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山淹雨浙江草 你看了之後 你說 人家說的都是很多都是這樣 當你實際看到之後 你發現就是這回事 所以你的心也就恢復到了平反平死平淡 但是 在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幾乎就是在這一生這一世可以做到 而且就是在這個平常日常生活之中 在你平穩平死平淡裡面 一暗就在此暗 你可以不用修行 但是 你是味道千般恨不小 內心的放不下 就是要要要 我一直要求 一直要追 但這是很正常的過程 如果你那個善法慾沒有出來 你沒有真正去找 沒有用生命去找 沒有積極去找的話 你沒辦法回到那個平反平死平淡的 沒辦法的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那種 用生命去求法去找法那種過程 那你說 好 我們現在就過著平反平淡的生活 你還是一樣 凡夫一個 內心的苦 內心的不安 你只是在逃避而已 所以你真的經歷過這樣一種洗滌之後 到後來 你才會真的甘雨平反平死平淡 你經過真的大死一番之後 你才能夠融入那不生不死的世界 好 所以這就是前面的自然指示場 彷譜歸真 那以後 也許我們有一年我們會講《老子道德經》 事實上 老子以前 我民國66年那時候就看《老子道德經》 那時候也以為懂 也以為知道 但我是六四六五那時候都在看《佛經》這方面 看《金剛經》《禪宗》這方面的書 包括《六子談經》這些 那時候也以為《老子道德經》 這個好像講得比較不切實際 比較玄 然後覺得說 老子的體證這些不如佛陀 所以那時候以為看懂 結果到民國88年22年之後 當有一些體會之後 經過這樣整個佛法這樣不斷地在密道求道修道 那到後來 當音樂一些轉變之後 再會來看《老子道德經》 才發現 啊 老子太厲害了 老子太厲害了 那個智慧之高啊 真的是無法可說 他對這個宇宙整個的那種透徹了解 對壯生心 對壯生這個心的了解 現在的任何的心理學大師都沒辦法跟他比 真的 所以這以後我們有因緣 我們再來分解 來分享老子的內心世界 佛陀 我們現在沒有說那個褒貶之藥 而是說佛陀 因為他展現出相當大的那種大慈大悲 所以他把這條解脫路講得很詳細 很清楚 老子也不是說他不慈悲 而是老子他講的是很精簡 很惡藥 但是卻非常重要 他是講到那個 直接講那個核心 所以事實上 佛陀的足跡 佛陀的成佛的這個足跡 反而跟老子比起來的話 這兩位比起來的話 佛陀的足跡還比較容易看得到 因為佛陀會講很多的這些有違法 有違法的足跡 我們比較容易看得到 然後佛陀是透過這些有違法 讓你再剃入無違 而老子他就直接講無違 老子就直接講無違 講空 講大 因為他講得很深 所以老子在中國來講 就沒有像佛陀這樣 成為一個教的教主 當然後來什麼道教方面呢 道教跟老子所講的那個不一樣 你把老子當作一個神一個仙 然後在那裡修道那些 跟老子所講那個道 那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真的解脫之道 佛陀講得很清楚 而老子把那個核心 把那個無違 把那個道 把那個空方面 把那個宇宙本體 眾生的實相方面 講得更具體 以後我們有機會在全數這些時候 大家就可以更清楚地體會到 為什麼佛陀講 哇 滅盤無違空 這是聖聖聖聖聖 這以後我們可以再分享 事實上 這都可以讓大家對那個究竟解脫照片 體證得更深入 好 我們再來看 當然講這些 我是覺得說老子他是代表東方 尤其代表中國人的智慧 真的在老子的身上展現出很高深的 人類的那一種智慧 在老子身上他講的 確實如此地把他用最平凡 平死平淡 把他顯露出那個最高深 最寫妙的 而在老子整個道德鏡裡面 都沒有講那些迷信方面的 沒有講那些神通鬼怪方面的 都沒有 因為老子他對整個這個宇宙方面了解得非常深入 所以那個自我完全都消失了 他還看到 我有最大的什麼神通廣大 對這個宇宙來講 對這個大智慧來講 都只是雕從小跡 所以完全沒有我慢 他就是融入整個法界裡面 跟整個法界一起脈動 所以就是真正的體道 悟道 而行道 解脫自在的一位智者 好 我們再來看第36章 知足感恩大慈大悲